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可能产生领巴瘤 领巴组织分布在全身各个部位 所以几乎每个部位都会发生领巴瘤 鼻腔也会有领巴瘤 鼻子难受 别轻视 鼻子的就是NKT细胞领巴瘤 这个在我们中国人是很多的 领巴瘤症状不明显 提高警惕早发现 领巴瘤最常见的症状 就是摸到哪又起来一个疙瘩 真正有症状的比较少 全身症状都出现 比如说也可以没有力气 当然还有不明原因的发烧 不管你用什么抗凝聪 用什么消炎药都不管用 这个时候你要考虑 是不是有领巴瘤的 本期节目 特邀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血液内科主任医师 王景文 跟您聊聊容易忽视的淋巴瘤 老刘下厨 为您奉上香甜可口的 地瓜姥姥饼 精彩 马上开始 要健康 请登陆飞华健康网 想了解更多的养生知识 也请你登陆飞华健康网的网址 网址如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部署北京同仁医院 血液内科主任医师 王景文代表 王景文 首都医科大学 部署北京同仁医院 血液内科主任医师 本期爱文团的嘉宾有 湖北卫视主持人碰坊 著名主持人张岳 主持人陈伯军 我们一说到肿瘤 话题就比较群重 对 淋巴瘤也可以叫淋巴癌 可以吗 也可以这么讲 过去是这么讲 但实际上准确的叫法 应该叫淋巴瘤 淋巴瘤是我国常见的 十大恶性肿瘤之一 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里边 排名第二 仅次于白血病 到底什么是淋巴瘤 为什么这么可怕 这样十大恶性肿瘤 你们都能够排得出来吗 我们来数数 肺肺肝 肝股股肠 肺肿肠肺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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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 都是从比方说得了什么什么癌之后 转移到淋巴上了 经常听到的是这样的 而且一听到说只要转移到淋巴 那就完了 全身都完了 全身都 所以它叫夺命杀手 有直接就得淋巴癌的吗 对 我们听到的 淋巴流的这个位置到底是 全身都有 但是我经常我的概念 就是淋巴总觉得是在脖子 脖子 因为有时候感冒 所以液窝得摸一摸 而且有时候自己都能摸得到 那个小块 对 是这个 你说的对 这个淋巴组织全身分布 各个地方都有 实际上所谓的淋巴流 我们首先要明白一个就是 什么是淋巴 淋巴我们说是淋巴有一个系统 和这个造血系统其实在一起的 对我们还要弄清楚 淋巴为什么也归您管 可以说淋巴系统 是我们的免疫系统 免疫系统实际上和这个造血系统是在一块的 都是最初起源于骨髓 骨髓的造血干细胞 那这个时候骨髓造血干细胞经过分化以后 有一部分就分化成淋巴细胞 这个淋巴细胞又包括T细胞和B细胞 这个当然这是成分的 它不来直接A和B 它直接从T和B 对 所以这个细胞经过 那T细胞就专业一点 从胸腺成熟以后 就是分布到各个地方 那另外的B细胞在骨髓 所以在血液里面 实际上我们平时这个 人说人体的免疫力好与不好 这个淋巴系统 淋巴细胞 这个淋巴系统正常不正常 非常重要 所以这个淋巴细胞 这个在我们人体里面起到了一个 免疫防御的一个作用 所以淋巴瘤呢 就是发现在这个淋巴细胞出现了问题 当然了 白血病可以的 那到了淋巴结 您刚才说的 这个地方不过都可以有 那为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知道的 就是前表的淋巴结 比如说河下摸一个淋巴结 或者脖上摸一个 腹骨 好像还有 腹骨沟 液窝 液窝 腹骨沟 还有包括我们身体里面 那这个 腹膜后 纵隔 其实都有这个淋巴结 那代表我们能不能这么理解 就是淋巴在全身的分布 就如同猪网状的吗 对 其实是随着血管分布 基本上都有 任何地方都有 血管在的地方 基本上都有 对 那这个我们问一个题外话 就是淋巴系统是我们的主要的免疫系统 对 那现在我们看 每天晚上只要打开电视 只要是卖这个卖那个的 他们特别流行一句话 提高免疫力 那这个免疫师就是说要提高我们淋巴的能力 哦 也不是 这个 所以我们老听不懂 这东西提高 人家这麦说让你感冒好 我明白了 让你脚不疼 我也明白了 治你胃痛 这我也明白 现在就流行提高免疫力 我就不知道他到底是治什么 这个刘老师提了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所谓的提高免疫力 我们都是说这个增强人体的这个免疫以后 抵抗力 可以抗病 可以延年义寿 对 其实这个免疫力不是越高越好 啊 为什么 不是越高越好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疾病呢 实际上是免疫过高反而不好 哪些疾病 比如说自身免疫性疾病 自身免疫性疾病 比如说红斑狼瘡 比如说内风肝关节炎 这一类的疾病 它实际上有些就是人体产生了过多的抗 自身抗体 破坏了自己这个器官 所以这也是一类病 身体太好了也不行 这个叫我们叫免疫紊乱 所以不能我们通常来讲 就是说提高免疫力提高免疫力 应该是让免疫力达到一个平衡 我们中医讲在这一点 我觉得是非常正确 要阴阳平衡 也就是说我们在人体是应该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 最好 那王大夫我有个问题特别想问 也是最近困扰我的 在美容院做身体就有这样一个项目 就是说全身淋巴性排毒 给你按摩 它给你摸一摸摸一摸 你看你看你看 你这有一个小结巴 就是你那个淋巴不对了 我跟你用精油推 我给你按按 它就散了 就能按吗 那个我能摸到吗 所谓这个淋巴排毒 这个从这个医学上来讲 我们不知道 淋巴里面到底有多少个毒物 对 淋巴系统确实是需要 比如说你 为什么我们会摸到淋巴结呢 因为比如说你口腔感染了 或者牙感染了 感冒什么的 感冒以后 或者淋巴结肿大 实际上它就实际上 它这个 它是一个防御系统 那么把这个病毒啊 细菌啊 它毒素啊 在集结在淋巴结里面 把它消灭掉 所以我们淋巴结会肿大 其实是一个正常的反应 但是你说的这个说排毒 我们正常人 本身这个就正常的情况下 你说什么排毒 对 它正常的 我们一些衰老的细胞 或者是一些带系的东西 我们淋巴系统 正常就把它消灭掉了 就把它一些吞噬系统 就把它吞噬掉了 正常就可以消灭掉 不是说通过你外来的力量 去把它 怎么把它排出去 淋巴流 这个太复杂了 可分为霍奇精灵巴流 和非霍奇精灵巴流 这个霍奇精是一个人 人 肯定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确实是这个病 是霍奇精最早 这个人最早发现 是个国外人 开始是一种霍奇精病 后来又出现非霍奇精 因为有一些疾病 并不完全一样 所以大概分了两类 霍奇精病相对来说 预后都比较好 治疗效果比较好 非霍奇精灵巴流 相对来说预后差一点 治疗效果差一点 这是还是不一样的 而且国内国外发病率也不一样 国外霍奇精灵巴流多一点 我们国内是 以非霍奇精灵巴流多一点 那就不好治 对 相对来说是不太好治 但是现在也是也有办法 怎么引起免疫力低下 对 又讲到那个免疫力 又是免疫力的低下 确实是 你看我们在这个题板上 写的这个免疫力低下 比如说艾滋病 比如说器官移植 这些 艾滋病大家都知道了 因为这个是破坏 人体的免疫系统了 实际上它最早的 就是因为破坏了人的 这个淋巴系统 最特殊的一个表现 就是我们一查 艾滋病的病人一查 外周血T08细胞 绝对是非常之低 所以因为我刚才说的 因为T细胞 是我们人体的 最重要的免疫细胞 那这个细胞没有了 少了 抵抗力就 就各种病 对了 各种病就来了 就容易来了 那么器官移植 因为它用免疫之际 所以抑制了以后 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当然 器官移植 为了让它跟自己相容 抵抗的就你别去弄它 对 但是你把这个相容了 其他地方就麻烦 对 但不是说用这个 就肯定会得 那只是它一个 可能的诱发因素 病毒感染 对 这病毒感染是比较多见的 因为淋巴流 很多淋巴流 都有病毒相关 最常见对我们中国人来讲 就是EB病毒感染比较多 不懂 就是ABCDE B就是B 就是EB病毒 这么一种病毒 这种感染 平时实际上我们 我们在座的 大概90%人 都感染过这个病毒 那就是说 还不知道吗 意思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其实这个 不是说感染这个病毒 你就会将来会得086 这是完全两回事 也就是说 我们很多人都感染这个病毒了 自然它就 人体对它的免疫就好了 实际上也没有任何症状 那有的人会得 得了以后 比如说传染型单核细胞增多症 就是因为EB病毒感染了 有人会发烧 嗓子痛 喉咙肿肿大 这样的 那么大部分人 是没有什么症状的 那您可以说 很多人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是发现很多淋巴流的病人 在它这个淋巴组织里面 会发现还有 EB病毒的存在 也就是说 过去感染过EB病毒 所以就认为 有些淋巴流 是和这个EB病毒感染 是有关系的 有关系 只能说是有关系 规定是直接关系 那它感染了一次 会终身免疫吗 终身免疫 你说的对 没错 化学致癌物 对 这个就是刚才又讲到 这个化学致癌物 就是其实对于肿瘤来讲 化学致癌物 是目前我们社会中 环境中接触最多的 比如说新装修的屋子 对对对 你说的很对 你说的很对 实际上现在污染很厉害的 对我们局部环境 影响最大的 就是这个装修 家具 这是我们最 接触最多的 那我问一下 像我们女孩子 平时做个指甲 染个头 那不是血漏染发剂 对啊 对对对 很容易的 所以你们染发的时候 一点都不觉得有危害 天天去染 然后跑到那个淋巴 给你排毒按摩 还特别相信 就是这些女孩都这样 那这个染头发 那这个染发剂 就看你质量的好与坏 那也就是说你含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环保的 或者是这个有毒的 真正的那种很好的 是有草本的 对有草本的 真正那种很好的 所谓通过质量 什么标准的 我就不会造成什么癌症的诱发吗 如果是天然的 一般来讲是不会的 那么还有做指甲 指甲大部分这个里面 是胶的东西 那这里面 现在都做胶了 不涂油了 这个甲醛 这个对人体也是有害 当然了 你说染的那一点点 就很快就没有了 因为它那个味道 慢慢会散掉了 是吧 也不是说染指甲 它就一定会的 但是呢 肯定这些东西里面 是含的这个甲醛 但相关的从业 相关的东西 最可怕还是装修 确实这个装修 现在对于血液系统疾病来讲 装修风险是最大的 也就是说危害的最大 因为接触的最多 就是这个装修 加剧 所以一定要有环保的东西 淋巴瘤是我国常见的 十大恶性肿瘤之一 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里 排名第二 仅次于白血病的发病率 免疫功能低下 病毒感染 化学致癌物 放射线暴露等因素 都会引发淋巴瘤 例如装修 染发 这些都是我们平时 接触的多 而且容易忽视的因素 所以一定要多提防 多留意 做到远离隐患 远离风险 编辑短信VX 加您希望看到的养生话题 和养生专家 到1066 1098 既有机会获得 由中国咽喉药领导品牌 蔓延淑宁提供的 护丧大礼包一份 中国咽喉药领导品牌 蔓延淑宁 哪些症状需要留意呢 淋巴瘤因为也是 全身都有分布的地方 所以淋巴瘤最常见的症状 就是摸到哪 又起来一个疙瘩 比如说脖子上 很多人都是从前表淋巴结开始 比如说脖子上摸的一个淋巴结 总大 当然或者其他地方 出现淋巴结总大 然后经过检查以后 还有人是体检的过程中 发现纵格宽了 发现有淋巴结总大 这样发现的 真正有症状的 比较少 全身症状就出现 比如说也可以没有力气 当然还有发烧 不明原因的发烧 不管你用什么抗菌素 用什么消炎药都不管用 这个时候你要考虑 是不是有淋巴瘤的问题 当然还有人 不明原因的体重就减轻了 吃了也好 或者说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 体重在下降 这个也可能有淋巴瘤的可能性 因为它消耗 还有一种就是晚上睡着了 睡觉醒来一声一声的汗 这种是我们中医讲叫 阴虚倒汗 这个也是淋巴瘤的 比较有特异的一些症状 所以淋巴瘤最主要的一个是 无痛性的 对对对 淋巴结总大 有的时候会搬有些全身的那种 怎么才要总大 你自己能摸得出来吗 摸得出来 我就想起我的一个同事吧 他十多年前是因为肺癌过世了 他是怎么发现的呢 就他自己在之前就稍微的有点后背疼 但是他没有引起重视 然后有一天他早锻炼的时候 他就这拍一下那拍一下 突然间拍到自己这个部位 有一个肿块 后来他的爱人呢 有一些这方面的常识 说你一定要去查一查 结果大夫呢 他去查的时候就不让他回去了 说你已经是 就没敢告诉他 跟他爱人通电话 说你这个夫人呢 已经是肺癌转移到淋巴了 但在这之前呢 除了后背稍稍不适之外 全身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 对 这就属于无痛性的 对 他是可以出现这种情况的 这个淋巴结总大 不一定一定是淋巴瘤 可能是其他的癌种 其他的肿瘤 转移到淋巴结的 刚才一开始也有的老师说了 这个是一说转移到淋巴结 好像就是晚期了 实际上就是根据这个判断 这个肿瘤 转移了多少个淋巴结 转移到什么部位 来判断这个病期的 那么这个摸到的淋巴结 那么诊断它是淋巴瘤呢 或者是肺癌 或者胃癌其他的情况呢 那就一定要做活检 经过活组织检查以后 病理学检查 确认它是淋巴瘤 还是其他的疾病 转移到淋巴结的 它是不一样的 不同位置的淋巴瘤 有发生在胃肠道的 有肝脾的 有骨骼的 皮肤的 扁桃体 就哪都有 对 因为这个淋巴组织 分布在全身各个部位 所以几乎每个部位 都会发生淋巴瘤 很多病人并不是 一开始看病 就到血液科 我得了淋巴瘤 不是的 绝大部分病人 都是因为看其他科的疾病 被发现诊断是淋巴瘤 而转到血液科的 是这样的 比如说胃肠道的淋巴瘤 那开始可能就以为是个 胃溃疡 是吧 或者是长一个肿块 以为是胃癌 或者是其他的原因 那你做活检是淋巴瘤 那可以有胃肠道的出血 那严重的时候 当然也可以出现 胃肠道的梗阻 都可以 那干脾的淋巴瘤 那有的时候就摸得脾大 经过活检以后 发现是淋巴瘤 那当然不一样 骨骼又有骨骼疼痛 比如说骨头 长个淋巴瘤疼 虽然我们说淋巴结 无痛有种大 但是长在不同的部位 有的时候 它是表现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时候 骨头可以 也可以原发的 它是长在骨头里头 还是在外面 就挨着血管 对 就从整个骨头 它里面 或者血管的地方 就可以长出来 整个会把骨头破坏掉 是一个骨头一个包吗 可以的 骨头上也会骨出一个包 对 骨头上骨头一个包 那它要骨出一个包 就没质了吧 有质 其实淋巴瘤的治疗效果还是不错的 我们后面一会儿再讲一讲 关于皮肤 有些淋巴瘤 很多都发生在皮肤的 关于皮肤 我想问老师 有淋巴结盐跟淋巴瘤 它的区分是在什么地方 盐肯定是没那么严重了 不是 但有时候也能在皮肤表皮上 有时候我偶尔 怎么骨个小包 但是是不是它又没了 然后不知道到底是瘤还是结 对 一般淋巴结盐 也可以淋巴结肿大 但这种淋巴结的肿大 一般它是有 我们说炎症的 就是有特点 有红 肿 热 痛 没有这么几个特点 但是淋巴瘤 有肿 没有痛 也不热 红肚热痛 它没有 它只是往大掌 无痛性的肿大 是不是好像所有的肿瘤 还癌症什么的 好像摸起来都不会痛 一般来说都是这样 很硬 对 而且是那种不会动 它就固定在那 对 对 待会讲过 动着反而就好了 对 那像我那种突然间又不在了 那种就 应该还好吧 你那种 对 在淋巴结盐 有的时候你这个 一用点药 一消炎了 它就回去了 没事了 那个一般是炎症 当然 很早期的淋巴结 有的时候是淋巴瘤开始起病 也会偶尔反复出现 淋巴结大了 用药 消炎 它又小了 也有这个 个别也有这种情况 但是大部分都是 这种淋巴瘤的 它是一直往大涨 慢慢地长大 所以它不会有疼痛的感觉 那这淋巴结 多到扁桃体和口鼻沿处 那更难受 这就难受 所以有看扁桃体的 看喉部的 就可以扁桃体肿大 最后做出来是淋巴瘤的 还有鼻子的 鼻子的就是NKT细胞淋巴瘤 这个在我们中国人是很多 在国外很少 但是在亚洲 尤其是在中国比较多 叫鼻腔 NKT细胞淋巴瘤 所以对于这些鼻子组的 平时看得像鼻炎的 其实你也应该早一点去看专科大夫 如果是就是炎症 应该说淋巴瘤 总的不管我们说讲多少 它是个少见病 绝大部分病人 还是什么鼻炎 什么都是炎症的多 所以不用担心 我们来看看治疗 治疗反正写在体板上就比较简单 放疗化疗手术骨髓移植 过去淋巴瘤最早的治疗 最主要的治疗就是放射治疗 它具体的操作是 这个操作它是有机器的 专门有过去是560 现在有射线加速器 这个操作有专门技术人员 这个很简单 对他们来说应该很简单 因为他们有定好胃以后 那专门对着你什么地方 有部位 部位 病变的部位 他们可以现在三维立体定位 你具体哪有病 可以专门对这个地方 进行射线造射 其他地方 不会有任何感觉 因为造的时候 实际上一般来讲 是没有什么感觉的 只是你皮肤会有点发热的感觉 化疗就是 现在是实际上治疗086 最主要的现在主要是化疗 化疗就是用药 就是化学药物 中医奖已读攻读了 实际上西医奖就是用化学药物 来消灭这个肿瘤的杀死 但是我们一听说化疗很可怕 因为它在杀死坏细胞的同时 把人的好细胞也给杀死了 然后它的副作用掉头 耳朵不振 浑身疼痛 是不是这样 对 你说的没错 这个化疗药 它确实是不是很准确的 它是专门消灭了肿瘤细胞 它把正常细胞一部分 也会消灭掉的 那化疗药最主要的就是 消灭增殖快的细胞 肿瘤细胞一般增殖比较快 所以总的来说 用化疗药肯定是 最主要是消灭了肿瘤细胞 那正常细胞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比如说胃肠刀会受影响 会食欲不振 吃饭不好 比如说刚才说 你同志可能最关心的是 掉头发的事 但是不用担心 化疗的时候头发会掉 但是不化疗的时候 头发还会长出来 而且长出来的头发 比你原来头发还要好 完全更新待 你是要命还是要别的 掉头发是暂时的 停了化疗药以后 它完全可以长出来 所以不用去担心这个问题 手术就应该简单一些了 直接拿刀给它 手术治疗 其实现在最主要的 应用在其他实体流 比如说肝癌 肺癌 胃癌 乳癌这些 对于淋巴流来讲 现在手术治疗 几乎很少 这么多 很少了 为什么呢 因为化疗的效果非常好 过去 因为治疗效果不好 所以会借助一些手术的 比如说分期 比如说现在已经不需要了 除非这个病人 未尝到窗孔了 打出血止不住 梗阻 才需要手术治疗 否则的话 一般不需要手术治疗 那所谓的手术 现在只是做活检 才用的 所以化疗效果已经非常好了 特别是现在 那B细胞淋巴流 现在有单克隆抗体 我们也说的 在这上面没写的 就叫免疫治疗 就是生物单抗免疫治疗 那治疗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所以完全可以代替这些手术治疗 效果非常好 所以不需要手术治疗 刚才您讲到这个淋巴流 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难治 那是不是比如说一个人的身体 它有一个部位 长了淋巴流 把这个淋巴流治好了之后 它就不会再转移了呢 所谓的转移呢 我们是讲的过去的实体流 原来比如在肺 转移到淋巴结了 转移到肝脏了 这叫转移 其实淋巴流概念跟那个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是血液系统疾病 我们说了这个淋巴系统 是造血系统来的 全身各个地方都有淋巴结 所以从一开始治疗 尽管是我们有的时候 发现它是早期的 实际上它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 所以这种治疗呢 从化疗开始治疗的时候呢 就已经考虑到全身的情况 不会想 不是你像你说的 就说这边治完了 那边复发 会吗 可以的 因为淋巴流是可以复发的 有一部分病人 经过治疗 大部分都能够治愈的 那小部分病人 好一段时间 那其他地方又起来了 或者在原部位 也可以起来 这是可以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相对而言之 那淋巴流的发病率 在年龄上有什么 比较突出的表现吗 淋巴流还是老年比较多 相对来说比较老年比较多 中青年也确实也有 这个淋巴流 祸性淋巴流是年轻人多 非祸性淋巴流 是年纪大的人多 一般的淋巴结炎 也会产生淋巴肿大 但它通常会伴有 红 肿 热 痛的症状 而淋巴流最常见的症状 就是身上出现 无痛性的淋巴结肿大 也可能出现 无力 不明原因的发烧 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 阴虚 倒汗等症状 所以我们平时一定要多留意 身体各部位的变化 如出现疑似症状 一定要及时去医院检查 要健康上飞华健康网 本期节目专家 由栏目组和飞华健康网 联合推荐 新浪微博的网友小陈儿 他23岁 他19岁就患了 霍奇经淋淋巴流 年轻人年轻 到现在所有的化疗方案都用了 自体骨髓移植也做了 但都没有用 现在很迷惘 不知道该怎么办 想问一下 您有什么办法治疗吗 还接下来该怎么办 这不是好治吗 他怎么那么 对 他这个 我听的这个是 他是比较不幸的一个 那是因为霍奇淋巴流 大概治愈率是80% 所以大部分的霍奇淋巴流 而且都是年轻人 治疗效果应该是比较好的 对 他刚23岁 所以像他这个情况 就是属于耐药的 属于这个 就是难治的淋巴流 所以是比较少的一部分 那他已经用过了各种化疗药 那么有做过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 那如果还没有效果的话 那后面可选的治疗 还是有一些的 比如说造血干细胞移植的 一斤造血干细胞移植 这样可以换正常人的骨髓 造血干细胞可以有机会 当然淋巴流做移植 不像白血病效果那么好 成功率那么高 因为相关死亡率 相对来说比做白血病的要高一点 但是也是可以做的 还可以做技术上的处理 把这个预处理强度降低 可以使它生存率高一点 但除了这个移植之外 现在还有新的药物 当然很可惜 现在就是国内现在这种药比较少 国外现在已经有 专门针对霍清淋巴流的 表达了一个CD30的 这么一个抗原的一个抗体 就叫丹克隆抗体 这个药物还可以治疗 可以实验 好吧 反正大家要提高警惕 尽量避免得这病 得了病也别害怕 治疗的手段很多 对 在这儿我再多说一点 就是刘老师刚才这个观点 是很正确的 淋巴流不同于其他恶性肿瘤 淋巴流的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 比肝癌 肺癌这些 我们通常知道这些 这些肿瘤治疗效果 要远远好的很多 所以不要说 一得了血液病好像就不行了 包括白血病 最严重的 最可怕的 过去一说得了白血病就没治了 对 现在因为有遭小干细胞移植 我们可以做半香盒移植 包括现在其他药物治疗 现在预后都非常好 好 谢谢王大夫 我们做人家 做一个松仁地瓜姥姥饼 名字真好 对 名字来就是 姥姥饼 用地瓜 把地瓜蒸熟 就是红薯 蒸熟以后倒成泥 要加三分之一的面粉 这样它的粘性会更好 对 然后再把松仁放到这里面来 好 可以开火了 这里边加的松仁 加松仁 把它弄得圆圆的 很简单 蘸了黑芝麻 那我们在饭店里吃的白薯饼 红薯饼也就是这个 也就这么做的 也都得加面粉 不加面粉它就不能成为饼 好香啊 锅里面倒入卤花花生油 用煎锅就行 油杯太多 油温也不能够太热 油温太热了 下锅外面就糊了 不许这个糊类炕得出来 吃得出来 火杯太大 这个煎起来就很简单了 因为红薯是熟的 面是生的 所以你要把面那部分给煎熟了 已经开始焦黄了 一起锅咯 地瓜姥姥饼 食材 红薯 调料 黑芝麻 松仁 做法 一 将地瓜蒸熟 放入碗中 倒成泥状 倒入松子 搅拌均匀 二 将地瓜泥搓成团 压成饼 裹上黑芝麻 三 锅中倒入少许油 将裹上芝麻的地瓜饼煎熟即可 老刘贴士 红薯含有丰富的淀粉 肥生素 纤维素等人体必需的营养成分 还含有丰富的铭 链 钙等矿物元素和压油酸等 这些物质能保持血管弹性 对防治老年习惯性变密也十分有效 就是我们煎好的地瓜姥姥饼 地瓜姥姥饼 但是我觉得咱们家姥姥不会配这个炼奶 炼乳 炼乳 你也可以配点别的 番茄酱 辣椒面 你那个白糖都可以 都行 好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王大夫 感谢鲁花5S压榨 华春油和鲁花三鲜 健康健康 对比你们的大吉支持 下期再见 再见 养生笔记 因为淋巴组织分布在全身各处 所以淋巴瘤往往不是只局限于某个部位发病 例如胃肠道 肝皮 骨骼 皮肤 脸桃体 口 鼻 咽部等 都可能出现淋巴瘤 所以我们平时要密切关注自身各部位的变化 若发现有淋巴结肿大 或是各部位出现不适 应及时去医院检查 排除隐患 淋巴瘤的治疗 主要有放射治疗 化疗 手术治疗 骨髓移植等方法 现在用的最多的就是化疗 一些病人担心吃化疗的药物会掉头发 其实这种掉发是暂时性的 当你停止使用药物之后 头发还是会重新长出来的 所以患者也不需要太过担心 饮食养生会有奖互动进行中 只要您登陆饮食养生会的官方微博 就有大量的养生笔记供您下载 编辑短信VX 加您希望看到的养生话题和养生专家 到1066 1098 既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一份 天天有惊喜 赶紧行动吧